以色列在当地时间10月10号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市中心的住宅区 造成22人死亡,117人受伤 英国媒体卫报针对袭击现场的弹片分析 显示以色列军方使用杀伤力极大的美制弹药 也是2006年以来第一次 贝鲁特市中心倒塌的公寓大厦现场已经成为废湿 英国卫报发现现场有美国制的炸药联合直接攻击弹药 也就是简称GDAM的炸弹碎片 这是由波音公司研发附加炸弹就可以进行精准导引打击的武器 而人权官员就指出说在人口稠密地区使用这些武器已经违反国际法 至于以色列和哈马斯的战争已经开打超过一年 中美洲国家尼加拉瓜在国会通过决议后宣布和以色列断绝外交关系 尼加拉瓜政府声明痛批以色列政府是法西斯主义 实施种族灭绝 而两国断交理由是因为以色列攻击巴勒斯坦 而且冲突扩大到里巴嫩 严重威胁去利亚 叶门以及伊朗 不过路透报道指出 两国断交应该是象征性的动作 因为以色列在尼加拉瓜首都并没有派驻大使 而尼加拉瓜之前其实也曾经两度和以色列断交 那现在以色列部队已经连续第三天攻击联合国的单位了 引发全球侧目 根据联合国发言人证实 以色列对联合国的维和部队据点开火 造成观察哨中的两名印尼籍人员受伤 媒体解读说这是以色列故意行动 希望迫使国际势力包括联合国维和部队 大约一万人左右的驻军退出黎巴嫩的南部 那联合国发言人在事件的发生后 也立刻召开记者会 证实是以色列军方的履带牵引车 朝维和部队周边开火 才会导致部队人员受伤 但是连离部队他们不会撤队 而且会坚守岗位 并且会派遣快速反应部队 前往当地支援 至于以色列军方稍早 他也证实说 这确实是有开火事件 但强调已军是在战斗任务中 对危机生命安全的情况做出回应 而事件也正在调查中 那针对以色列攻击维和部队 遭到联合国和欧洲成员国的谴责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他就说了 以色列的行为其实违反了国际法 而法国总统他马克宏 他也说完全无法接受 以色列的攻击行为 下令要召见以色列驻法大使抗议 那意大利总理梅诺尼呢 他就说 他强调正式要向以色列当局提出抗议 至于中国大陆方面 大陆常驻联合国代表 傅聪 他也在联合国大会上说了 以色列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 以色列的攻击行动必须立即停止 那对此呢 傅聪他也强调谴责以色列的行动 表达严重关切 以色列国防军袭击联谊部队阵地和哨塔 中方对此表示严重关切和强烈谴责 联谊部队根据安理会决议的授权 执行违和任何蓄意攻击违和人员的行为 都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和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 那至于以色列为什么要攻击联合的联合国的 违和部队呢 退一少将立正杰他就表示说 以色列认为违和部队是在纵容真主党 更说警告意味十分浓厚 我觉得几个目的 第一个他就是威胁警告你联合国的违和部队 就是我是真的要打了 那你们在这边违和也没有用 那他认为说你违和部队是纵容真主党 你既然违和 为什么真主党可以在这里面 那你让真主党在这里面 我就打你违和 就警告 我觉得他警告意味十分的浓厚 希望违和部队 你是不是自己就撤离这个地方 不要在这边再做违和 或者是说你不要干涉我事情 我既然打真主党 那你们自己在你们的碉堡里面 你不要出头 然后我觉得这警告意味非常的浓厚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选K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炸造之脆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腻 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地游 斗 斗